編曲章 瑪柴 美甘摩托 哈嘍 美甘拉 午安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 他約他一位教授 他是我在德國開包音樂院之後的教授 對 我在那邊跟他學了兩年半 那我簡單地下介紹我的教授 他 我剛剛跟他聊天 他說他兩歲的時候 他在鄰居家彈鋼琴 然後 他就聽到一個radio的melody 然後是一個中國的音樂 然後他兩歲的時候 他就自己上去把那個melody彈出來 他到現在還可以喝那個melody 所以他還記得那個melody 然後鄰居就看到他非常有天分 然後就把他送到 到音樂院裡面去開始學習 所以兩歲的時候他就是 接受非常嚴格的 就是等於是非常嚴格的音樂教育 然後後來他到 後來他到聖米德堡音樂院 就讀後來也留在聖鳥音樂院 當老師 當教授 然後我們剛剛聊 他說他二十歲的時候 他比了一個叫做 全Russian Pianist的一個 competition 然後他說那時候第一名 是Sokalov 然後他是另外一個第一名 所以那個時候兩個第一名 所以一個是Sokalov 然後一個是Top 這樣子 然後到二十二歲的時候 他到法國隆地國大賽 然後他也在那個大賽中得了獎 那一九九三年他四十五歲的時候 他就可以 那個時候他們都沒有辦法出俄國嘛 所以他那時候在四十五歲之前 他就在俄國 彈了非常非常多的音樂文會 然後他合作的指揮有 譬如說像Evan Fisher 然後 Temi-Karnoff 都是很大的這個俄國的指揮家 然後到了四十五歲的時候 他就到了芬蘭赫爾辛基音樂院 教了兩年 到了一九九五年 四十七歲的時候 他就到了外訪音樂院 然後任教到二零一年的時候 他退休 然後現在住在德國的一個小鎮裡面 然後就是享受他的退休生活這樣 那今天很真的是非常榮幸 然後把他從德國請到來到我們的學校 那我們現在歡迎你給他 我們跟他說 北一大的博士 那個優士宇老師 來幫我們翻譯 然後他以前也是在百寶音樂院 對 跟還有Buzzong學習 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好 第一位呢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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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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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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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